因为现在都不是说 不是说大家说与不说的问题了 它是现在存在的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大家全都明白 你已经影响民生了 我们的民生不是说 就只是说去买个菜 吃个饭 我们还得去 我们以前的民生是什么样子 我们盛世的时候 我们的民生是什么样子 只是期待赶紧好起来 要不别谈民生了 你都已经 民不聊什么 那些话怎么说 已经不行了 你真正涉及到 大家的利益问题了 你再过些日子 有可能就是吃不饭问题 那就麻烦了 肯定是对他们这些 干个体的小 尤其微小企业 是有一定影响的 这个是不可避免的 国家会考虑他们的利益 会给他们这种补偿的 什么号召减房租啊 什么的 给他们一些生活补助啊 都有这个政策 这你放心好了 那其实和比较严重的流感 可能就差不多了 再加上现在大量的是 无症状感染者 所以就对人的生命的 直接伤害可能没有那么严重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是不是也可以适当的调整 新的防控手段 防控机制 这个是值得探讨的 希望大家都能来探讨这事 争取制定更适合现在疫情的防疫方针 疫情的情况下 它不好找工作嘛 然后家里又是一个人 又是独生子 然后我现在房贷跟车贷都在身上压着 就是疫情这种比较难找工作吧 然后有的时候干餐饮这个时候 又是它也有那种 因为疫情的受影响 也没有生意 也没有那种 就是基本上也有的时候 关门开不了堂食 也就是这些东西 咱们不要这么装 他还有一种 那么我们发展 人们可以窒带 他在essa程中 见影响 骆